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周一做出判决 俄罗斯必须向前石油巨头 尤克斯集团的股东支付 约合510亿美元的赔偿金 法院表示俄罗斯东东普庭领导的政府 操纵司法迫使该集团破产 英国政府宣布将提供更多土地 这群业者进行业营石油及天然气探勘 正是6年来 英国政府首次扩大油气探勘规模 以弥补北海油田产量下降的缺口 有助于鼓励就业 和降低对进口石油与天然气的依赖 大陆汽车自主品牌6月 在陈用车市场的振有率 连续10个月的副成长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 6月大陆品牌陈用车共销售57万辆 市占率比上个月下跌0.28个百分点 年减1.3个百分点 南海贸易产业与能源部日前宣布 未来5年将投入2.6兆韩元 相当于27亿美元 不是机器人产业 希望在2018年前 让机器人产业规模成长到7兆韩元 相当于73.5亿美元 新航人雅的电视这里报道